你内部要竞争的话就有竞争关系 通常这些人会有一些 很强烈的 我非到基杰军校不可的那种强烈的斗争感 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如果这种性格有的话 就会跟我另外一个同学 我也不想讲他的名字 也是维基尼亚军校的 在驻美代表处也短暂有一点点插边球道 后来当到什么吃车会执行长 又跑去帮人气按摩 这么好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从事抓农业呢 俩零呢 不是每个国外军校留学的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事情从两个方面来看 也许部队真的 军中真的有一些潜规则 但也不见得你从国外美国军校回来的 他本身都没有问题 有些也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事情要两边看 那我会奉劝我那个同学 你当到执行长了 不要去跟人家抓聋嘛 你要抓聋 你就好好的从事 按摩业嘛 这两个搞在一起嘛 今天讲太久了 已经40分钟了 好 我们就讲到这边为止 再讲下去 可能同学要抗议了 然后 火气不要太大 上了年纪了 就买这个东西抓 不要去捏柳丁跟橘子 因为你对不起农民 除非你捏完把它吃下去 就捏这个就好了 好 感谢大家 太棒了 如果你的键货 没法定 请不吝点 感谢观看